老宅飘出古花香 传承上百年制作有秘方 路边小吃人气旺 甜醋 麻酱称其味觉担当 从小学就开始吃 吃到现在都当麻辣 他们家啥草料都有 想吃特辣的 微辣的都有 而且加鸡木 农户家中收土鸭 老汤露出罗浮山下四季香 我们来的第一次是什么麻辣的地 就从你二人的爷爷辈 就已经传下来了 那都三代了 对 今天的节目 让我们一同走进 四川绵羊的安州区 感受一下这里别样的烟火风味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叶丹丹 我现在是在四川省绵羊市的安州区 走在安州区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以看到各种极具安州特色的店铺 他们满足了安州人的吃穿住行 那么今天我就要带大家走进这些店铺 去探寻安州人记忆中的味道 作为绵羊市区 就是这口味道 我从小吃到大呢 香香的甜甜的脆脆的 而且还不粘牙 我们家的骨花糖它就是个特色 入口化炸香甜酥脆 从1866年开始 我们也是做第四代了 第四代算一下啊 1866年 有一百五十多年了 一百五十多年 那你应做了多长时间 我做了三十多年了 我知道这家骨花糖啊 在咱们安州区特别出名 可是究竟怎么做的呢 老板方便带我去看一下吗 好 要得 我带去看一下 好的 骨花糖是安州区家喻户晓的传统糕点 也是绵羊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虽然已有150多年的历史 但如今的骨花糖加工 依旧在荷家这处居住过四代人的老宅中 这个方式我爷爷在里面做过父亲 我啊 我儿子都在这里面生活 这巷子走过来好长啊 这个就是前殿后层 有句话叫 就不怕巷子生 对 就不怕巷子生 这边就是加工骨花糖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 它是书正在炒骨子 这个就是稻骨 不不不 这是错 这是糯米骨 糯米骨 对对 南州本地山区里面 特有的高杆品种 这个糯米骨呢 有人性 有弱性 超级出来它就是用一别的开花多一些 正炒着呢 都开花了 对 那个黑色的是什么 黑色的是油沙 油沙 你看这个沙子 我看一下 这个沙子是河沙 洗干净 然后用柴子油 炒着就备用 为什么要用油沙炒呢 它说在里面起这种保温 第二个是它炒起来比较流利 实发 不沾点这个 花多多 这个 我看这会儿都开花了 对 开花这个 这个得多高温度 这个要180多度 温度要高 它才有爆化力这个 每次一锅炒多少呀 师傅 半斤一锅 哦 半斤一锅 也不算多呀 嗯 那这一天要炒多少呢 一锅炒到黑 哦 从早炒到晚啊 是多少 一杯多斤 哦 一百多斤 古花糖在每年的春秋冬三季制作 为了保证糯米骨的质和量 和国瓶每年都要自购种子 并分发给固定的七家农户种植 之后回购使用 伴随着阵阵糯米的清香 爆炒过的古花从油沙中分离后 便是最为费工费时的精挑细选 哇 现在咱们就进行筛选了是吧 第二次筛选这个 这一次做是筛的骨口 那第一次筛选就刚刚 这次筛了油沙 第二次啊 是不是这样筛选 你这筛话不对呢 你先我教你来 要筛圆 这个要筛圆 要左右筛圆 得把它冻起来 冻起来把骨口塞出来 看见了 这个骨口都掉下来了 你来纪念一下 再筛一下 对吧 这个手法对吧 可以 很有天赋 看 掉下来全都是骨口 全都是骨口 对对对 那那边呢 我看一下 这里 这里是第三次筛选 这是第三次筛选 我看你在这样不停地搓 这个是搓什么呢 我是把第二次没筛掉的 夹着画画上的骨口把它搓掉 把它搓掉 对 搓掉之后我再把它摟下去 哦 你看下面就是 哦 我看一下下边 哦 下边就是一些 哦 小的骨口 要少一点 哦 那个是第四次筛选 哦 这个就更细致了 更细致了 我看你还用手一直在按 就是每次捡完的一只口 哦 先捡一只 捡一只 你看它塞子盐是不一样 哦 这个盐还要细一些 就保证这个剩下来的就很白净 而且形状也很好看 对对对对 它这个过程就是比较好使 也比较好扔力 这个全是靠人工 而且我们忘记的时候 就是要的十个人左右 专门来筛选这个骨口 十个人 那我们有没有想过 用这个机械来替代人工呢 不得行 不得行 比如说用震动筛 风筛 根本心不通 最终办法还是用原始方法 用人工来筛选 才达到这个效果 古花的炒制和筛选 都可以请人代劳 而接下来的工序 何国平必须要亲力亲为 这个是准备好的糖吧 这是准备好的 准备好的 准备好的三种糖 煤药糖 煤药糖主要是蘸起的作用 红糖提色好看 白糖就酥脆 这三种煮起来就很完美 咱们熬糖对这个火候 是不是特别有讲究 有有有有 太有讲究了 大火是熬它糖里面的水分 中火就是为了它复制粘锅 把它粘锅 小火就是搞它的浓度 所以火候不好掌握吧 这个火候一般我们是凭经验 凭经验的时候 感觉上你们的三五年功夫 你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 何国平告诉记者 三糖合一的熬法 全凭经验才能保证 骨花糖的色香味 而糖浆与骨花籍各种配料 一比一的用量配比 则确保了骨花糖口感的始终如一 这个是我们就可以加油了 这是菜籽油 菜籽油 中火的时候要加 加多少 一两多 这个分三次加 再加几次油 现在都闻到这个糖浆的香味了 这个时候就要消火了 现在要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快了 你看看它这个有点粗 拉丝了 拉的丝要粗 要宽 让它的汤泡要灭细 几次油 准备下骨花了 好 哇 这一锅是多少斤骨花 三斤多 花生 核桃 芝麻 加起来得两斤 得两个人一起动 这个要把糖跟骨花综维维维 才能够保证它的口感 对 这个也准备好 来 我来帮忙 对 这有多少斤 这个 这个有接近十斤 十斤 十斤啊 哇 这个骨花 花生 还有糖浆的香味 都出来了 放哪儿 在这里 哦 这是一个模具 咱们现在要做什么 现在要拆平 现在咱们要迅速把它压平 拆平 我也来帮忙吧 来来来 这个推平 推平压施 压施 得迅速把它推平 它不是 你如果满了 它就完全拆不拿成炸炸了 它就不能定型了 对对 快速推平 压施后 待糖浆还未完全冷却凝固 按照模具上的标记 将糖坯横竖切块 不难看出 从炒骨花到鸭糖切糖 再到晾晒 装袋 各个步骤都是名副其实的手工制作 这个骨花糖呢 咱们拿着呢 它是相当于名气的 周星芳油啊 芳妍古街啊 都是拿得出售的 都是只有免质的 以骨花糖为代表的 糕点手工制作技艺 传到合国瓶手中已有35个年头 糕点的种类 从原先的两三种 慢慢增加到现在的30多种 销售方式 也从最初的挑担沿街叫卖 发展成如今的街边门面商铺 虽然都是看得见的变化 但对于安州人而言 从这里买来的是味道 吃出的是记忆 看这勺斯汤我也最喜欢吃了 童年的记忆 这就是20的味道 这个配方是100多年没变过了 100多年 嗯 那像什么时候是生产销售的旺季呢 从中秋节开始 就是一直到正月地 就是我们的旺季 安州以后三代人 都吃的是我们的产品 甚至重庆啊 成都啊 江游啊 德银啊 周边的 就来买我们的传统汤工 所以我更要把主号 我要把安州的味道 销售到更远的地方去 四川美食包罗万象 早已被大众熟知 而本地人心心念念的味道 应该更能凸显地方特色 这边刚排的都是你的 对对对 我买了很多个 因为很爱吃 他们家算是这边最好吃的 因为他们家的吃了很多 还有花生都很小 从小学就开始吃 吃到现在都当妈了 他们家啥饺料都有 就想吃色辣的 微辣的都有 而且加鸡膜 咱们这儿的春卷 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咱们这儿呢 是直接包好就吃 但是很多地方呢 它都是油炸的春卷 就是人家 我们这里的春卷 主要就是吃生的这样子 一个比较新鲜 一个比较健康 面皮就像猪丝嘛 然后菜就是里边的 那个萝卜丝那些 热量低又有营养 对对对 关键是味道还好 我们四川人都喜欢吃凉拌菜 尤其炸的这个萝卜丝 俗话说得好 都是萝卜 萝卜下次浆 饮食习惯的地域性 造就了当地人的饮食偏好 作为地方特色小吃的经营者 于小军 蔡小丽夫妻俩 在18年的经营中 最看重的就是顾客的口碑 为此二人每天都要用心做好 出摊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我还最喜欢那个折耳叶 我得多加一点 要不再给我加一个 要得要得 晚上一般都吃不来 太后 对 我朋友啊 我家人也特别喜欢吃这个 咱们这个麻将最有特色 对 还有这些料也有讲究 那这个是油炸过的花生 不不不 这个花生油炸 它就鲜得非常嫩 都不太好吃 比如小一串串的那种 炒出来就高脆 我们四川说的高脆 这样吃起来才比较酥 还有我们加上我们米子的这个蒜 非常香 米子蒜料 对对对 如果你喜欢吃这个小米椒的话 可以加点我们这个新鲜的小米椒 要加一点 我喜欢吃小米辣 这样子就特别特别的鲜 如果你喜欢吃辣一点 我多加点 好 就加这么多 嗯 这个味道甜醋 甜醋 你在吃的时候边吃边吸 哦 边吃边吸 对 一吸 晚上一吸呢 它就味道一下 整个城市的味道就变了 嗯 是不是 嗯 那面皮特别劲道 而且这个萝卜丝也特别脆 再加上那个酥脆的花生米 和那个香香的那个鲜子 鲜子 特别好吃 嗯 春卷的好口味既要甜醋提香 更离不开密制的酱料 二者简单的结合 让春卷的口味有了不简单的升华 由于都是于小军亲手调制 蜜而不漏的配方 是生意红火的至关保障 大哥 这个麻将是您自个做的 就是 怎么做的 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吗 这个是商业机密 我们靠这个吃吧 等你我爸做 你如果喜欢吃 欢迎天天来吃 这是商业机密 那我就不多问了 那您刚刚说 每天要摊这个300多张面皮 都可以卖完吗 基本上都要卖完哦 特别春节期间 生意更好了 基本上就翻倍 翻倍那就是六百多个 我看这小春卷是两元一个 豆皮春卷是三元一个 那这一天卖六百多个 一千多块钱一天 差不多吧 翻一下春节期间人比较多也比较累 怎样这也累得开心得好像是不是 咬下来 这些什么品种呀 这个有花板芽和麻芽 它们现在主要来收这个麻芽的 哇 這個鴨子都跑出去了 是來收這個麻鴨的 這知道這個麻鴨它時間為夠了 花瓣鴨時間還沒夠 時間為夠了是指多長時間 三到四個月 三到四個月 這個還是一個需要多人配合的 來來 我幫你 我幫你這樣 是經常給焦大姐家供貨嗎 對 從我們祖母那一輩 就在開始幫牠們養牠子 都是老主婦了 我看這些鴨子特別有卷 平常是怎麼養的 平常主要是山羊 和魚蜜和骨子 旁邊有條河 還要放河裡 等一下洗個澡 小魚小蝦 等一下煎點兩隻吃 這生態養殖呢 對 主要我們鴨子為了打標 有三到四個月 他們就通知牠們來收 那焦姐 只收三到四個月的鴨子 不收那種老鴨子 老鴨子來煲湯的 三四個月是四斤到五斤 左右的樣子 我們做老鴨子差的好處 就肉質特別好 肉質特別好 特別鮮 那這個鴨子多少千斤 這個鴨子今天買的是八塊五 剛剛你說這鴨子一隻四五斤 那差不多一隻鴨子價格是 十多五十多 那您一年收不少鴨子呢 一年收一萬多隻 每年一萬多隻鴨子的收購量 61歲的焦長菊和丈夫翟明暉 要跑遍安州多個鄉鎮 雖然這已成為二人生活的一部分 但他們用代代相傳的老手藝 製作的香滷鴨 早已在當地聞名下耳 小大姐 這兒都晾了這麼多鴨子了呀 今天算夠少的 平時忙幾天是幾倍吃 幾百隻 那是處理好的鴨子 直接這樣晾曬嗎 不對不對 還有醃製 還有醃製 怎麼醃呢 我老公正在醃製 我看一下 在這邊呢 大哥正在醃製鴨子呢 對 我現在正在抹料 看這還得用竿子 把這個鴨子撐開了 對對對 鴨子 它撐開了 它一個是 這是便宜 就是兩面好沒料 這一個是 曬起來的時候用童風 得撐到什麼地方 我來試一下 把關節鬆了才行 還得鬆鬆關節 把它撐開了 撐開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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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開始沒料了 我都聞到這個香料的味兒了 裡頭有八角 有山賴 小火 桂皮 香葉 還有花椒 我們是都經過炒製的 炒製過後呢 由於它這個香料用於進入鴨子 還有曲心 真香的 直接撒在上面 撒勻 撒勻 抹完掉以後就可以醃製了 醃製好以後呢 還要進行清洗 清洗乾淨過後才能量晒 要量晒24個小時 量晒完以後 我想就可以滷了吧 量晒完以後 還有一個關鍵的 就是還要煙燻 煙燻 是焦腸局家製作香滷鴨 最獨特的地方 也是安州老滷菜人 不可缺失的傳統技法 晾曬好的鴨子被依次掛入炕房中 點燃備好的玉米棒後 添加百樹枝 在蓋住明火的同時 伴隨著持續升起的濃煙 鴨子便增添了植物的清香 30分鐘後加入稻糠 橘皮乾 讓炕房裡的溫度保持在60度上下 這以低溫熏制要持續三個小時 中間要根據火候添火添料 微火慢熏上色 緩緩散發出的果香 也慢慢進入到了鴨肉中 好香啊 這是老爐還是新爐 老爐 老爐 這個爐水都用多少年了 38年後 這是我們老丈人 他們也說我們愛人的爺爺 是想老爺爺爺 就從你愛人的爺爺被 就已經傳下來了 對 那都三代了 對 我們沒用大爺爺改換一次 取消高特地 取消地下地 只要當中一層 第一 高特地這一層有這個種 底下那一層 它有爐子的香料渣渣 所以說汁區當中清水 也是保持老爐的味道 當時你的老丈人 也是開店來售賣這個嗎 不是啊 他們是擺攤 也是說 原該叫賣 當個條條哪有賣的 當時受歡迎嗎 受歡迎 要是他不受歡迎 那麼就說他們家 養了七八個子女 也無法生活下去 我也傳承不下來 我也傳承不下來 那除了爐整隻的鴨子 還要爐些別的嗎 有 還有鴨頭啊 鴨舟啊 鴨腸啊 鴨子啊 鴨鴨啊 鴨鴨啊 這些 那爐多長時間 就爐要爐三十分鐘 就爐乾這些 就爐不到我們上 靠著一鍋老爐湯 和一如既往的爐製技術 三十八年的經營之路 讓椒長菊和翟明輝 小有成就 香鹵鴨一年四季都可做 而每年大雪節氣過後 還有一種特色美味 椒長菊是一定要做的 那就是辣鴨 我們的辣鴨它就是一年 只有三個月它的季節上 從十二月到二月 也就是說這三個月 從製作到銷售 那這三個月做多少 兩千多隻吧 兩千多隻 兩千多隻 那好賣嗎 好賣 非常好賣 它這個做法跟鹵鴨有區別嗎 有 區別 它這個就是 一個提起來過後 就交給風吹 吹乾 然後煮的時候 就用涼水下個座 煮半個小時 就提起來可以吃 那種灰味就是甘甜 這是鹵鴨 哪一塊最好吃 鴨背最好吃 這是鴨背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吉雄鴨背 對 鹵鴨腩腩 我就是雞的胸脯上的肉 而且鴨背上的肉 最好吃 來 我嘗一下 這看著就特別有食慾 你看這 它的皮很脆 油亮油亮的 好香啊 它不僅有這個滷的味道 還有這個煙燻過的 這種特殊的香味 肉質也很軟爛 好吃 好吃 再嘗嘗我家的辣鴨子 剛剛還說了這是限量供應的 對 它一年只有三個月時間 我上手了 這個肉質和滷鴨筆 就要勁道一些 而且這個皮還脆脆的 嗯 回味還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它是兩個水下鍋鴨子 稍後滿足 那跟咱們煮臘肉一樣 煮臘肉一樣 就是一種回甜 對對對 純潔的銷量也是蠻好的 因為比我們這個辣鴨子 一天要買兩倍多汁 一天啊 也要買兩倍多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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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